官署的类流感预报站资料显示 目前中部以及花东等等有五个县市 急转人次是已经达到了危险等级 只有专家示警 今年夏季流感应该会爆发 加上新冠疫情 两个病毒同时感染会提高并发症的风险 不过指挥中心表示 依旧会按照过往的时程 10月1号才会开打流感疫苗 新冠疫情尚未完全趋缓 不过有民众发现 卫福部的流感预报站 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等五个县市流感 急诊就医人次已达危险等级 专家也示警面对夏季流感 必须超前部署 避免两病齐发 医疗量能难以附和 台大公卫学者陈秀希也表示 英美新冠肺炎流行趋缓 但流感疫情持续上升 儿童流感确诊住院增幅最大 今年大概一定会流行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 放松了这些防疫的一个做法 估计大家要赶快去打流感疫苗 就有研究指出 接种流感疫苗者 染疫COVID-19减少24% 变成重症几率也减少28% 但由于新冠和流感两者 症状差不多 要小心同时感染 恐怕症状会加剧 今年流感来势汹汹 前期管局副局长施文 已提出三点警告 去年打的流感疫苗 抗体差不多消耗殆尽 民众防疫心态出现疲乏 加上前两年流感因新冠 防疫大幅下降 今年流感极有可能反弹 流感疫苗的部分 我们事实上每一年 都是10月1号开始接种 今年还是一样是10月1号 施文一建议民众 有明显感冒症状 如果新冠快筛事件 是阴性别调以轻心 快去诊所做流感的快筛 及服用客流感 否则两毒夹击 并发生其重症几率 将大幅提高 这流济交黄义俊 台北花脸